因应美国总统川普上台 移民签证审查更加严格 而东森热门节目讲亮话 本集特别推出了新的单元 移民面面官 邀请到了律风法律的集团负责人 陈启根 谈移民签证新的趋势 欢迎观众来锁定 全新单元移民面面官 特别邀请来自台湾的 实际拥有移民经验的陈启根律师 讲解移民签证新趋势 尤其是绿卡拿到后 如何维持合法身份 法律当初在写 这个EB1C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其实把它写得非常笼统 意思就是说 你要证明说 你是一个杰出的管理人员 那我们就会从很多案例 来试着去摸索说 到底什么样是合逻辑性的规模 中国的公司 我们就说海外公司吧 通常我们会建议客户 最少要有至少30个员工 或更多的员工的公司 财富人生单元 则请到律师 会计师 保险规划师 与理财规划师 有信念 向观众说明 什么是不可撤销信托 以及如何申请 平常做这个 就是超越遗产免税额 才会去开始考虑 做这个不可撤销信托的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的 一生的赠予免税额 是549万 所以各配偶 549万加起来的话 就超过1100万 就是11万的 这个 新单元地产大师 将详细介绍 商业不动产的购买流程 商法先锋 将解析商业合作中 面对双方不欢而散 如何维持权益 更多完整内容 欢迎锁定本周末的 讲量化 东森新闻 彭迪朱光宇在 洛西安基的 采访报道